行政院长江仪化兼率领多位阁员和工总举行座谈会 听取业界代表的建言 不过呢 场外劳工团体抗议 不满政府只接见资方 而没有听听劳工的诉求 请问警力是层层借备 但是还是有两位劳团的成员突然冲进了会场 一度引发骚动 冲撞 推挤 为了抗议并反制工总与行政院长江仪化的会谈 劳工团体14号打算冲入会场 虽然警力层层阻挡 但仍有两名劳团成员突破封锁线冲入会场 手持白布条打声呼喊 随后被警方脱离 短暂的时间里面 会由原来领先的地位 变成为落后 白皮书很厚 里面的建议很多 但是呢 要跟你报告一件事 就说2013年呢 我们提的建议案子呢 有262项 那今年2014年呢 降到223项 虽然外头有劳团激烈抗争 场内江仪化院长 以及工总理事长许盛雄 还是有说有笑 一如往常工总递交白皮书 向政府提出建言 与会代表也针对废除核电的议题 再次表达疑虑 抗议工业用电不应该再调高 更认为民生电价也应该一并调涨平衡 经济部准部长杜子军也立刻作出回应 我们现在核四的部分政策上决定核四的一号机 是安检完毕之后呢 就封存 二号机是停工 那安检完封存的目的 就是希望留下一个选择权 在未来的几年呢 再看看大家如果要公投的时候 再来决定公投完 决定他要不要起风 政府年年接见资方代表 却不愿意听听劳工心声 因此劳工团体选择用激烈手法 希望让政府也听见他们的声音 U电TV五家一罗正辉台北报道